好,我们今天继续看一下这个病理学经济症里面的特殊人群 我们昨天学了一些这个病理学的一些特殊的这个细节的这个单词 我们今天看一看这个特殊人群都有什么 首先出现了一组单词 这个单词呢,我们昨天接触过 Pregnant pregnancy Pregnant和pregnancy 对,有人说怀孕,啊,怀孕,怀孕的 怀孕,怀孕的 Pregnant和pregnancy 怀孕,怀孕的 我们昨天学到了这个怀孕和怀孕的 有一个对应的知识点 大家还记得是什么吗 哎,对,昨天有一个禁忌 有一个什么禁忌,对,避免很大力气的刺激这个叫怀 好,那么关于怀孕的客人 我们还有其他的要注意事项吗 大家谁知道 好,我们看一看啊 孕期的一些禁忌事项 好,怀孕期 第一个 避免什么呀 inferi vena cava 下腔静脉 避免一个下腔静脉 因为我们这个下腔静脉在我们这个腹部 避免下腔静脉被压迫 第二个呢 叫要避免一个 要侧躺 不是避免啊 我们要侧躺这个姿势 这个姿势呢 主要是对应了三期的这个孕妇 三个月为一期 一期,二期,三期 三期的孕妇 这是主要对应三期的孕妇 也就比较显形的这个孕妇 或者说呢 避免压迫一个主动脉 那么我们在孕期呢 还可能出现一个凹陷性的水肿 PPA的吗 那么刚才有同学问了 这为什么要侧躺 这怀孕期为什么要侧躺 就是因为三期的孕妇 胎儿很大 如果要是平躺的话 会直接压迫我们腹部的下腔静脉 为了避免压迫 所以我们要侧躺 要理解这一点啊 要记住这个 避免压迫 所以我们要侧躺 好 我们继续看下一个 大家有人认识这个单词吗 PRE CLAMP 你要把它分成几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就PRE P-R-E-E A对 前期的 后面CLAMP C-L-A-M-P 对这个单词有没有印象 痙磷 没错 早期的一个痙磷 这个病 是孕妻的一个独特的病症 叫做先兆子贤 PRE CLAMP 先兆子贤 这个病症 只有孕妇才会有 别人没有 正常的人不会得 只有这个孕妇才有 这个先兆子贤 所以一看到先兆子贤 我们就要对应的它是孕妻妇女 它是孕妻妇女 PREGNASED 而且先兆子贤 有这种病症情况的 我们要什么呀 contradicate 是一个禁忌 有这种症状的 是禁忌 具体都是什么症状呢 大家可以看一看 给了你一个小图表 先兆子贤 发作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 这样的一个症状 比如说 面部肌肉精管 有点抽搐 手足抽搐 有的时候是两眼上翻 土白沫 面部憋得发红发紫 晕厥 不省人事 当然了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客人 肯定不会继续做按摩了 所以在这里面提醒大家知道 这个先兆子贤 孕妻的 妇女会有这种情况 那么这种情况是禁忌的 先兆子贤 PREGNASED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 一看前期的一个癫症 马上想到 先兆子贤 好 Boyal 这个词是很生活的词 Boyal 对 煮肺 烫了 对吧 那么在我们医学词汇当中 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我们常说的 接子 接子就是很大很大的 一个大粉刺 一个大农包 叫接子 接子就是Boyal 并不是烫着的 是接子的意思 这个接子呢 也是一个 Local Contradication 一个局部的禁忌 Local Contradication 一个局部的禁忌 接子也是一个局部的禁忌 其实一看就能知道 就这一个位置 我们不能动 我们动了 它刺激它会不好 所以其他的位置是可以的 一个客人手肘上有一个接子 我们就是把它挪开 不用碰它就好了 其他身体是可以做的 好 大家注意这个 Boyal Boyal 鞋子 在我们医学的考试当中 我们按摩考试当中 出现这个 就不是烫伤了 就不是烫着了 就不是煮肺了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Skebis Skebis ABC Skebis ABC S C ABC Skebis Skebis 有没有认识这个单词的同学 有没有认识这个单词的同学 Skebis Skebis 对 这个是借窗 Skeb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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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窗 要取消所有的预约 不行 有借窗的客人 我们不能接诊 借窗 大家知道这个借窗是怎么感染的 它的感染源是什么 有东西说病毒 还有其他的意见 过敏是对的 什么东西过敏 不知道 一般来讲 借窗很有可能是沉满过敏 慢虫 借满 大家注意 就是有借窗的这种客人 很有可能有满虫过敏 皮肤当中有满虫 所以为什么 这个借窗 不能收治 就是因为它这个满虫 可能会感染到床单 可能会传染到其他的病人 那么满虫属于什么 也属于病原体 微生物 寄生虫 也是病原体 所以大家 还记得吗 我们这个病原体当中 分了几类啊 有什么呀 有 病毒 是最小的 对吧 然后有 细菌 再大一点的是 真菌 然后再大一点的是什么 是寄生虫 那么现在这几种就都出来了 我们举个例子 这病毒感染的 是什么病啊 随便举个病毒的出来 我们现在 COVID-19 冠状病毒 可以 那么 这个 细菌感染的 有什么呀 脚气 脚气是什么 脚气是真菌 脚气可不是细菌 细菌感染的 找个病出来 太多了 我们昨天刚学过一个非常严重的病 需要全部经济的 是个什么 诶 农包疮 impactical 诶 农包疮 好 然后叫气 对吧 这个是真菌 真菌 然后我们今天又学了一个寄生虫 那是什么 戒疮 大家要把这个注意一下 每一种病 它所感染源是不一样的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Decabitis Decabitis 这个词不太常见 Decabitis 这个病呢 也并不是太常见的病 诶 大家这么认识这个词 Decab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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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着有点像bed 床 单次特点呢 中间有一个Cub Decab开头的 这个是入窗 入窗 Blood 手套 Country Dec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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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窗呢 我们需要戴手套 而且它是一个 禁忌 其实说戴手套呢 就是不要直接用手触碰这个入窗 那个位置 当时入窗的位置也是一个禁忌 那么现在给出了一个图啊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些有红色虚线的地方都是入窗的长发位置 那么入窗也分四期啊 第一期是有点发红 第二期呢 皮肤的这是什么部分啊 大家还知道吗 这是什么部分 皮肤的什么部分 表皮真皮和脂肪层 对吧 已经产生溃烂 那么第三期呢 是溃烂到这个是什么位置 已经深打肌肉组织 等到第四期的时候 可以一直烂到骨头 可以一直见骨 那么这个入窗 都是一些长期卧床的病人才有 长期卧床的病人 而且长期卧床的病人 不做任何的辅助运动 就会有入窗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体的骨骼是 有尖利的部分 有突出的部分 长期用身体 肌肉和骨骼出去产生压迫 组织坏死 就产生这种 溃烂 所以大家注意啊 有这种入窗的病人 都是长期卧床的病人 当然了 就是因为有的这个按摩师到入户去 给长期入床的这个病人做这个按摩 那么就有可能遇到这种入窗病人 现在医学发展了 会有很多入窗垫 很软的 像这个海绵一样的 非常软薄的 这么一种垫子 专门给这个入窗病人用的 但是呢 不细心照料 这种卧床的病人 仍然会产生入窗 好 讲了这么多 就是为了让大家把入窗这个词记住 这种入窗 入窗 入窗 peripheral neuropathy 这是一个词组 看看大家能不能认出来 对 没错 这是周围 神经的什么 path是什么意思呀 一看到path 大家想想是什么 一看到path这个组合 大家应该非常的一个敏感 这是病 怕什么什么是病啊 这是病 神经病变 peripheral neuropathy 周围神经病变 peripheral neuropathy peripheral neuropathy 周围神经病变 什么是周围神经啊 大家还记不记得 什么是周围神经啊 我们讲这个生理的时候讲过 那么人体分为中枢神经和周围神经 那么这个是周围神经病变 中枢神经指的是什么 对啊 脑脑脊髓 这个都是中枢神经 除此之外的 这都属于周围神经 那周围神经病变 大家想一想 这个客人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对 有麻木 刺痛 反应不灵敏 所以呢 遇到周围神经病变的客人 没有办法提供一个准确的反馈 周围神经病变 can not give feedback 无法提供反馈 说这个无法提供正常的反馈 为什么是一个支持点呢 就是当我们做这个大的力量 重守法的时候 当客人没有办法提供一个正常反馈的时候 往往会因为守法过重而损伤到客人 所以大家记住这一点 他没感觉本来身体麻木 你使劲给他摁 使劲给他摁 摁的给他摁伤了 他都没有感觉 但是他身体是已经受伤 所以对于周围神经病变的客人 我们要小心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给我们提供一个正常的反馈 好 Tubercul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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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有个Tuber Tuberculosis 这个病大家见过没 又是一种病症 对 对 你看到这个UBER的时候 就是一些节节类的东西 在讲生理的时候讲过这个 节节类的东西 那么这个单词的意思就是肺结核 结核 我们要拒绝肺结核的客人 不能受 因为他一咳嗽 就容易感染 要拒绝肺结核的客人 当然了 有同学又说 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肺结核 我们又不能拿这个S光去拍他 对吧 所以又出现了一个 Intake Form S-O-A-P 我们接受新客人的时候 这个登记表 还是很重要 单词特点 Tuber Therombosis Therombosis 特别像那个老板的boss Bossis 大老板容易得血核 血核 避免下肢 避免下肢的重手法 实际上是一个重手法 我们一般的手法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轻手法 轻腹法是可以的 水肿 血栓 静脉去胀 这个图的示意 就是我们正常的血管里面的血液 和血栓的一个关系 当有血栓沉积的时候 血流量就会减少 血栓脱落 堵在这了 这就是一个 什么呀 一个栓塞 堵在哪一个血管上 都是一个栓塞 下肢栓塞严重的是可以截肢的 这个不是小病 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病 好 我们再复习一下 thrombosis thrombosis 哎 这是什么呀 血栓 tuberculosis tuberculosis 肺结核 peripheral neuropathy 这是周围神经病变 对不是神经病变 这是神经病变 神经病变 dicabitis dicabitis 入疮 入疮 scapist scapist 戒疮 b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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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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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一个大农胞 就是超大个儿的粉刺 就是这个接子 preglampor 先兆子贤 先兆子贤 先兆子贤是个比较常出现的一个病症 考试的时候很可能会看到 这是专指孕妇的一个病症 pregnant pregnancy 对 怀孕 怀孕的 好 我们单词就了解到这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例题